创作歌手吴志宁和诗人父亲吴胜日前合作出了一本书叫做《只有青春唱不停》 最近吴志宁再次将父亲的诗改编成歌曲 创作新专辑叫做《野餐》 《野餐》这首歌是吴胜的诗 描写当年他的母亲辛苦耕作 在农忙休息的时候 在烈日下寒风中坐在田梗上 吃稀饭配烟菜的情景 而且专辑里还收了他的母亲将近二十年前录下的声音 创作歌手吴志宁唱出新专辑的歌曲《野餐》 这也是诗人父亲吴胜的诗 吴志宁二零零八年首次以父亲的诗录歌制作专辑《甜蜜的附和》 而今年刚好是阿嬷百岁门的诗录歌手吴志宁二零零八年首次以父亲的诗录歌制作专辑《甜蜜的附和》 也是父亲七十岁大寿 他第二次与父亲合作将诗改编唱成歌曲 而这张专辑《野餐》就是要献给阿嬷和诗人父亲 让那个阿嬷知道说我们两个都不错 还蛮丹小的 他的诗集也 他的新诗集也出了 然后这张诗歌也完成了 算是一个给阿嬷的礼物这样 专辑中《泥土》那首歌甚至把当年阿嬷的声音放进歌里 最想看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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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把我阿嬷十九年前 她拍的一个录影带的声音 把它截取放进去 这是我的整张专辑的最后一个步骤 有点像画我的眼睛 把阿嬷的精神放进去 靠近我画画 背后画画 你说有这么多人要以往 说我都会去除外面 我们哪一天飞去 我们就 你怎么会去除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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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宁的阿嬷 制作的态度 与父亲吴胜 关心台湾土地的精神 其实非常相似 以往的农田 以往的农村 大自然 田地 田野 到处都是野生的 植物野生的动物很多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 化学荣耀的一个适用 把整个自然环境 其实生机都几乎破坏到 差不多快乐观了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得不偿失的 回归家乡 贴近土地 一直是吴胜和吴志宁父子两做的事 新专辑的歌曲《水田》 改写父亲的新诗作《水田师弟》 MV记录下彰化西周的美丽风光 回来吧 回来吧 一起回来吧 一起回来吧 回来吧 回来吧 一起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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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农乡水田师弟富裕计划而做 向天敬拜 向地湾生 向历代祖先述所感恩 包括说歌曲的挑选 还有里面的用词 像说中文要转台语的部分 甚至我有的时候修改蛮多 因为我是他儿子 所以虽然他是大诗人 但是我是他儿子 我比较敢修改 我们会有比较多的讨论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有很多的台语 那这些台语呢 他的发音 坦白说是有很多 有海语可以上去 吴胜 吴志宁带你听见 台湾土地的声音 等我来上岁的水